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石頭呢 種類非常多 我本身來講的話 各種種類我都有參與跟接觸 那目前呢 石館裡面最大的是一個八噸的玫瑰石 那玫瑰石呢 產地在花蓮幾個溪都有 那目前這一棵是在花蓮的木瓜溪 它取名叫刺心 玫瑰石之所以漂亮 就是因為它是內在美 外在都是漆黑的 外在都是氧化 都是黑色的包裹 所以才有賭食 因為你不知道內在到底如何 這也是它光鮮亮麗的地方 大家當打開的時候 可能是驚喜 也可能是挫折 那我想生命就是一個過程 不但的跌宕 才有不但的精彩 那在這個石館裡面還有很多不錯的文樣石 也有花蓮的機械石 非常的豐富 那我最主要的目的希望大家進門看美食 那出門帶著美心 因為心美才能美食 那我希望石的文化 因為它是地球的資源 我們居住在一個最大的地球 這個地球是最大的石頭 它意義了所有的生命 我想我們用感恩的心 把這些石頭宇宙收小 那希望它能夠豐富 每個人的內在心靈 也豐富我們所有的資產 也希望透過石文化 能夠讓我們大家心胸開闊 然後創造美好的社會 石頭之美就是因為它能融 融不同的元素 經過跌宕歷練 最後它才成形 那我們希望把這個介紹給所有的在地 或者是外地 大家有機緣 歡迎大家能夠參觀 見賞 謝謝